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哈啰 你好 你好 歡迎來到我兆庭的家 這裏就在十年前買了這間屋 讓我父母可以從香港回來退休 享受一下生活 簡單和你們介紹一下 就是有個石石花園 那些老人家有空沒有事 和街坊在這裡聊天喝茶 這是一個小小的水池 有龜有魚 這裏就是客廳 很中式化 中式傢俬都是在本地生產 是本地賣的 因為原來兆慶高妖區 是有一個紅木傢俬的生產基地 有一個紅木之鄉的美青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紅木傢俬 這裏的家庭和香港的家庭比 當然面積大一點 也有兩千六尺 最特別的是我父母都很喜歡回來住 變成我回到這裏 好像自己做小朋友 回到香港自己是家長 有我的小朋友 所以兩邊都有不同的感覺 九十年代我們已經從香港回到來投資 在雷迪切工廠 都是我們香港最傳統的企業一種模式 前電就是後廠 到現在基本上我開車在這裏出發 回到香港的家庭 三個小時 在我們剛剛發展初期 未有這裏這間屋之前 我基本上是在廠裡住的 因為我是造廠 跟員工一齊生活 一齊工作 自己找合適的地方 都覺得經常回來 發展了有十幾三十年 就經常回來 經常回來 決定安排一個比較舒適的家 可以把父母接上來 他們也很喜歡回來 就買了在這裏 有他們做個安享萬年的地方 疫情的爆發期間 他們都可以在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可以生活了這兩年 在這一帶 基本上他們已經跟家庭熟了 每天都會 不是你探我我探你 然後一起去周邊找一些農家菜吃 去一些風景很美的地方 去散步行山 完全融入了這個社區 我自己也是兩邊走 這裡的圈子也越來越大 認識的朋友越來越多 當然朋友多 商機也更多